公读录音声讯第三册第426页 挪扎太子慈悲主语 要承认自己的错误 而且要知道自己的错误 是多么的困难 而当你发现自己的错误以后 又还能够真心诚意地改过来 以后不会再犯了 那是多么不容易 就像你骂人一样 你知道骂人不对 但是你下次还会不会再一直骂人 你们又很容易犯了 所以每天都能反省自己 哪件事情做不好了 懂得会想一想 这个也算可以 算一个小小的忏悔 这是每天的功夫哦 什么是虚心假意 如果音宝师度你来求道 叫你来佛堂 你都说好 跟你约时间 时间到了你却跑掉了 太阴宝师找不到人 这就是细心假意 诚心抱手 不容易做到 朱天仙佛还有老师 多么希望你们这一颗道心都不会变 不管你心情好不好 不管碰到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 在这个花花世界 希望你们都不会被考到 修道有很多考验 有笑容 有眼泪 也有很多委屈和辛苦 我让你来说 今天是因为你们这一颗道理